字幕闔大臣 文字幕 李宗盛 蛍美 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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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面要请 刚提到的阿李山周竹 我们的老朋友 斯大王明辉教授 来跟我们分享 原住民的課綱想像 我們歡迎王明慧老師 謝謝鄭老師還有市長 各位在座的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是非常特別的 非常高興能夠再次來到這麼舒適的地方 跟各位來討論 分享個人對原住民教育的一些看法 剛剛前面提到這個 這個很多不同教徒的 我這裡就是從原住民來回應這個課綱的問題 那這課綱最近的幾年 一直到今年就是特別突顯出來 那不過這是從主流社會來談 從主流社會來談 課綱都覺得這個教育的課綱 都是有問題不能夠反映我們台灣主流社會的 真實的歷史的觀點 或者是地理的觀點等等 或者是文化的觀點 那麼有它的殖民性 那這個需要更能夠彰顯台灣主體性的一個教育的課綱 這是就主流 但是如果從原住民的觀點 這個情況更加的嚴重 因為我想對原住民來講 我們可以說過去這一百年來 原住民它其實是可以說是受到殖民投放最嚴重的一群 它跟同這個世界的原住民是一樣的 都是在受到這個民主國家的殖民投放 形成所謂的內在職務 那麼它殖民的最重要的工具大概就是教育 所以對原住民來講 教育其實就是一個殖民投放的工具 教育是國家搶奪原住民孩子的最重要的力量 所以如果說澳洲有失竊的世代 叫Stolen Generation 那麼它是透過把小孩從出生沒有多久 就把它送到白人的家庭 然後切斷它跟原來親生家庭的關係 從而它以後的成長都是接受白人家庭給它的原文化還有價值 讓它變成白人 所以外表上是黑的 內心全部是白色 這是一個Stolen Generation的一個非常悲慘的故事 我說悲慘 可是在當時白人的眼觀 這是他們走向文明的唯一的這一條路 可是現在我們回想 發含這個澳洲 在將近幾十年後 一百年後 它不斷地向原住民道歉 再道歉 因為這不是教育的問題 根本就是 是一個非常的不人道 迫害的一個手段 可是他們的起心動念是 要去教育 教育始終是被看作是一種善意 可是在這個實力上 就不是 那是非常的蠢 但是我們 我說我們台灣是一個Stolen Generation 它不是送到漢人家裡 而是集體被強迫上到學校裡 因為這個學校裡面呢 是沒有任何一個課程 是跟它圍牆之外的 部落的族群的語言文化有關係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現況 從它進入到學校 開始就是跟自己的語言文化 所在進 即使是在部落裡 等到了 翻開這個課本 全部都是非他們走前文化 非他們走前語言的 或者歷史 或者歷史 那所以 我們是另外一種版本的Stolen Generation 另外一種版本 可是我們 有多少原住民 有這樣知覺呢 因為 它一定是 colonization of the mind 就是內心 身體 靈魂 都被殖民了 所以呢 甚至都沒有辦法去知覺 到 我們是 真的是被Stolen 就是被 被搶奪 被偷窃 被偷窃 所以 這是一個非常悲慘 我們連 都 我們連 一個 要求這個 統治者 要像我們 為這個來道歉的 意思都沒有 我們還說 我們要重視教育 我們要想辦法教育 考試要加分 加25%不行 認證 還要再加35% 才行 認證是要考足語 足語 不是你要的嗎 足語是我要的 沒錯 但是呢 你的足語的認證 是為了讓我們進到 學校裡面好讓我們更加的 去受到殖民 通話 這是多麼矛盾的一件事情 不是嗎 所以 我們怎麼樣 好像我們的思考已經 殖民到 夠徹底到說 我們已經無法去 掙脫這個思考體系 思考體系 問問我們旁邊的演奏 重不重視教育 有啊 補習啊 數學啊 甚至那些藝能科也跟著 我們漢人的家庭也一起補習 豬帥也來補習 豬帥也來補習 豬帥更嚴重 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要 不要輸在起跑點 都是這種概念 他們完全沒有想到說 我們真正的教育 真正的教育 其實就在傳承我們的文化 可是我們再回過頭來 我們沒有在做 我們的主語只是為了 為了幫助我們進入到 這個殖民統計 統化了這個學校的工具 這個體制 所以 如果說 原住民要來討 訪黑箱課綱 其實我們連訪黑箱課綱都缺行 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過去對原住民來講 這一套教育就是一個 黑箱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體認到 什麼叫做民主公共決策 參與式的這個決策 因為 所有制定跟我們有關的 這些教育課程 好像都是跟主流社會 我們只是被迫 或請去願 我們沒有參與的權力 那即使我們在最近 這原住民運動之後 逐漸有比較多的一些原住民的 課程會進入 但是呢也都不是原住民參與決策 都是少數的個人主持 所以在這麼長的 不管是日據時代的 花岡一朗 花岡二朗的時代 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時代 我們從來沒有被邀請去參與 我們的課程也要提出 所以整個學校提章 整個課程在過去百年來 對我們來講都是黑箱 這個歷史就剛剛 黑箱說得了什麼呢 因為整個教育對我們來講 我們從來沒有決定權 我們沒有self-determination 對我們的教育職務 可是 我們的原住民族教育法 我們也想要加速聯合國 我們也簽訂了原住民族 簽訂權也推進 我們原住民族教育 這個基本法 重要的思想引起 可是我們卻沒有 一點點要改變的意思 這個體制實在太強了 好 那麼 我還不想要清楚到教學內容 也包含教師 是如此 我自己也是教育釋放體系出身的 我曾經當入過普通科學 我也知道 我在很多場合我也講過 像 所有到原住民學校 我們地區的學校 不管是小學或者中學 或者完全中學 他們所授的這個師範教育 就是獅子培育的養成的這個課 也是一樣 沒有一個學分是給民眾的 你不覺得奇怪嗎 一個要到蘭嶼的老師 他試著應該要對蘭嶼 亞美族的語言文化 他的拼滿洲的文化 他的非語的文化 他的小米或者是芋頭圓 或者是他整個生活方式都要了解 可是我們一個選擇 我們的學校 我們學校老師要去那裡要幹什麼 就是要把這個大陸思想的東西 帶到這個來 他們可是海島 最懂海島 他們的海洋知識要豐富 太多太豐富了 我們不去促成他 讓他的海洋知識繼續發揚 甚至讓台灣的人民 學習他豐富的海洋文化 不是要講調這個南京的 要進入到海洋嗎 可是呢 我們灌輸給蘭嶼的孩子的知識 這就是全部都是大陸的文化 甚至大陸的歷史 甚至大陸的歷史 大陸的文化 你看我這個曾經在中學教書 我要問 我要不只 不要講說 我沒有機會教原作文化 我去教海洋的學生 都要問大陸的事情 都要考大陸的地理 大陸的文化 這是何等嗎 這有沒有改變呢 是有一點改變 可是改變的都是一個 變成是一個點綴 這是一個Lip Service 口號式的 那我們試問呢 這一個禮拜裡面 我們過去還有一個 一個小時必修的這個語言 現在連必修都沒有 那剩下我們人民會 可能排了很多的一些教材 有什麼 有能夠排到教育部的 這個學校課程裡面的 任何的時間嗎 其實沒有 沒有這個 這個就是說 正式化 那就看 如果說今天比林雅布 雅布校長 是我們學校校長 他肯定會把太亞洲的課程 利用這個 比如說 所謂有所謂的校定的 還是一個 他會排下來 但是呢 他三年之後就會被 調到平地去 去教平地的小孩 這個 人在 正在 人亡 正亡 換一個 校長 這個校長 不想是會是誰 所以連這個 人事也都是這樣子 我也碰到在新竹裡面 有很多優秀的老師 我碰到他的時候 他是在星光 斯馬庫斯 下一回 我碰到說 我在龍潭 我在內外 我在哪裡 我說 你對客家的文化 這麼有興趣 這麼了解 你還可以教客家的小孩嗎 跟我一樣 以前我問 我的學生 問中國的首都在哪裡 類似這樣的東西 你比他懂 那 他懂 也許 因為他接觸 但是去那邊 跟接替他們的校長 的不懂太亞 怎麼 他們怎麼去推這些 這些東西 不然是這一點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政府 真的是沒什麼傷害 他只有政權 所以 在整個課程的結構上 並沒有反應 我們真的要去改變這些事情 那 這兩天我們看到新聞 就是 我們過去一直在講 台灣史 原住民史 看到教育部公佈了這個 歷史課程的這個 好像是委員 我不知道是什麼委員 其中有一個是原住民的 這個委員 他是 歷史系畢業的 博士 這算是一個專業 那 由他們來負責審定這些課程 不是 那他們有問我的意見 我說 是沒有錯 他是回應了我們需要有原住民史官的成員 在那邊 但是問題 他並不是要改變整個我們的課綱 我們的原住民的課綱 我們原住民的課綱 其實講了半天 就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原住民的課程 再做了也許會 再做了也許會 會去指引 那其實回到我一開始說這樣 我們就是放不開 我們已經受植到一種程度 就是說 當你講原住民教育的時候 始終是一切有的教育 作為一個根基 然後呢 你拋不開 拋不開 其實在十幾年前就有很多人在談 我們應該建立我們自己原住民的教育體系 可是即使到現在 在問這個東西 然後很多條的那個什麼政見 或者是什麼政策 會來規劃 其中有一條就建立 我發展原住民自己的教育體系 其他的這個幾乎都落實了 就是最後一條原住民教育體系 在哪裡 剛才比利亞我想的 我們就在討論 有沒有 沒有 好 就是 走不開 這就是一種殖民的力量 的程度可以看得出來 總之 我想 這個對於原住民來講 這是一個大的 一個題目 那我想 現在大概比較有顯著的變化 大概就在有 很多的 部落 或者是學校的老師 像 林亞 吳校長這樣 他們有很強烈的這個做出的意識 他們從學校發展出 一套一套的一些 這個實驗性的 教科書 教學的模式 在屏東 因為吳校長 在台中 拿工合成 或者只有少數這些學生 像 斯馬庫斯 也是一個可以 稱它上去 比較 就是 部落的力量 比較有 主導性 或者是說 學校老師 或 校長 他們比較有強的 這個原住民的意思 他們就會 試著把 原住民的知識 能夠把它 融入到這個 學校的教學裡面 特別是 主語的教學 主語的教學 那 這個部分呢 其實 我們 原住民的內部 缺乏 一個比較 有 正式的 對話 跟討論 因為 到目前為止 有關於這方面的這種規劃 或者是討論 都還是主流社會的平台 其實 原住民絕對有能力 而且這也是一種權利 我講權利是說 這是不可取代的 不過這句話 在我們台灣的思想 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思維 其實這是原住民的 自覺的權利 是自主的權利 那 不應該交給專家 或者官員 來做 那 也就是說 如果 我剛說 我們是有能力 我們是有能力 我們是和我們各個族群 像 尼利亞布所屬的這個泰雅族 他們有很多的校長 他們有很多的博士 可是我們沒有讓他們去聚在一起 把這個權利交給這個泰雅族人 他們還有很多的企業 他們其實可以設計出一套 這個為自己量身體做的一個教育的主持 我相信 來與亞美洲 他們神口水少 但是呢 他們過去 世世代代 就那樣的一個 這個生活的方式 他們獨特的語言文化 然後今天我們國家可以一個helper 一個促成者 會讓他們建立 他們 在未來 是基於他們的傳統語言文化 而建立的一個教育主持 這 有什麼困難 這有什麼困難 對 我們主流社會 兩千三百萬來講 我們常常會說 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 甚少啊 這有什麼困難 可是一談到這個事情 一堆困難 一堆什麼 就浮現在原地 不過這個有時候 我們原住民 原住民本身真的要 趕快要有一些智慈 有時候困難來自於我們 已經在這個體制上 長期得利的一些原住民主性分數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畫一個角度來說 其實我們是有能力去做 引起一直不斷的抱怨 向這些比較不懂人主民文化的 這些主流社會 我們的官員來抱怨 不如我們自己來去做 那我已經 我是覺得我們花太多時間去批判 那個批判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們花太少時間問自己 我們為自己做什麼 那我們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跳開我們現在的這種 這個身段 主題是什麼 我們就回到我們這個族群的 這個平台裡 我們來對自己 來討論我們的未來 我們未來的小孩子 首先我們要主張 小孩必須由我們來去教育 我們設計一套 適合我們小孩的 未來發展的一套 教育學制 教學內容 它符合我們教學的方法 Learning and Teaching Style 有一套 整個教學內容 我覺得如果大家 願意朝這個方向去想 我覺得會變得容易 如果說我們一直 按著這個體制 這個教育體制 來去想這個事情 我們都只會做一點點 最後那都是一些面穿 都不會是成功 所以我想可能到最後 會使一代援做我們自己 比較多 那麼這樣也才給這個國家社會 讓他們相信 相信 這是有可能的 對不起 我今天講的比較有一點理論 因為有一點時間的限制 那麼 其實我還想要講有一些 嚴重的教學法 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談了太多批判 又談了太多理論 你們會想 So what 你要怎麼做 那也許 李林雅布小長會提供這方面的信息 我的報告就到此 謝謝 我們謝謝那個汪明輝老師 給我們很宏觀的 從原住民的觀點 那我們